第871章 消除隐患 突如其来的攻击令得苍老人影措手不及 不过好在其实力不弱 当下喉咙间传出一道低河之声 面前攻击突然扭曲了起来 而那寒芒也是因为扭曲了攻击而偏离了轨道 从其尖道处飞躲而出 是谁 躲避开攻击 苍老人影也是一声怒吓 袖跑一挥 干枯的手爪猛然一握 群技带起几大若隐若见的能量进湖 狠狠地对着黑暗的森林某处抓去 五道灵力进风 自苍老人影手爪之上暴尸而出 直接是将森林之中的几颗足有大腿粗壮的巨树 抓得暴裂而开 树械四下飞舞 攻击并未接中目标 苍老人影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刚欲闪退 一道白色倩影突然如鬼魅一般的闪现而出 一股带着细微欣慰的灰色雾气迎面扑来 雾气尚还未接触到身体 苍老人影便是有所觉察 经验丰富的他一眼便是知道 这东西蕴含着剧图 当下绣袍一挥 狂猛进风自绣袍之中抱涌而出 玄气将灰色雾气吹开 而借助此般阻碍 其脚尖一点虚空 身形猛然跋升天际 最后扑得一声 冲破森林中的那茂密的树枝丛 破出森林 苍老人影刚雨逃窜 然而刚刚抬头 身体便是突然凝固了下来 玄气脸色略有些难看的望着天空上 那悬浮的白发老者 苏钱 牙齿中透出一抹冷声 苍老人影微微偏头 露出一张熟悉的脸庞 赫然便是那位主动放弃了 菩提化体贤的鹰山老人 哈哈 鹰老先生手段还真是不小啊 竟然能够将灵魂力量 藏在菩提化体贤之中 连我都是寻不出来啊 一道清笑 从鹰山老人身后响起 后者猛然转头 却是见到硝烟 震斗着碧绿火翼 也出现在了这片临海之上 没想到竟然被你发现了 还有一个人呢 也叫出来吧 鹰山老人面色略有些阴沉 玄气猛的望着临海之下 冷喝道 鹰山老人鹤声落下 茂密鼠枝便是一阵颤抖 旋即一道曼妙的白色倩影 静止的闪躲而出 最后白裙飘飘的出现在了半空处 略有些飘忽的身影 刚好是将鹰山老人的退路封死 呵呵 你这老怪可真是狡诈 若非硝烟身为炼咬师 灵魂感知力异常敏锐的话 恐怕还真是发现不了 你灵魂躲藏在 涂贴话体闲置中 苏青笑眯眯的望着鹰山老人 笑着道 既然你觉察到了我 为何不早早动手 鹰山老人冷笑道 他当初将灵魂暗中的 藏在菩提化体闲之中 其实便是打算着 硝烟与寒风等人大打出手 打个两败俱伤之后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 突然出手 将菩提化体闲取走 但最终的结果 却并没有如他想象中的 大般美好 硝烟以雷霆的手段 将方言三位 魔眼谷长老击杀 然后施展佛怒火莲 令得韩风与墨天行 暗中忌惮 只能退去 如此一来 却是让得小一仙 与苏千最大化的 保存了战力 以鹰山老人的实力 或许能够 与他们其中的一个人 单打独斗而不败 但若是一一叠二的话 落败几乎是毫无悬念 前两天身后的追兵太多 没时间顾及你 而且不得不说 你这灵魂隐藏的法子 的确颇为奇异 我只能感觉到 可却也寻不出来 毕竟在这种后面 有着无数贪婪追兵的情况下 我不可能将菩提化体闲取出来 好好地检查一番 萧颜微微一笑 说道 而且我也知道 就这两天 你便会自动显身 因为你也知道 我已等到了嘉南学院 我有了足够时间 来研究菩提化体闲 到时候 你定然会被揪出来 所以 原来你是故意的单独离开 为的就是让老夫自己现身 鹰山老人脸皮抖了抖 他倒是没有想到 自己暗中的 被萧颜算计了一次 自己原以为 毫无破证的藏身计划 原来早就被萧颜发现了 萧颜笑了笑 木工在营山老人 那虚坏的身体上扫了扫 但笑道 营山老人 还是想将菩提化体闲 交给我吧 今天之事 我可以既往不咎 虽说你现在只是灵魂状态 可若是这灵魂被我们打散的话 怕是你的本体 也会出现不小的创伤 而且凭借着感应 我或许能够知道一点 你本体的位置 营山老人脸色微微变换 全技怪笑道 小子 你还真当老夫这么多年 是被吓大的不成 你若是真要逼 老夫当场就把这菩提化体闲给毁了 到时候 看你能如何 营老先生所施展的这种灵魂分身之法 似乎必须本体距离你不远的吧 这也就是说 你现在的本体 就在我们的不远处 如果我没感应错的话 萧衍眼眸微眯 片刻后突然一睁 手指指向北方的那黑暗的森林 能笑道 你的本体应该是在那个方向吧 见到萧衍手指 手指的方向 即便是营山老人的心计 脸色也是忍不住的变了变 他修起的功法颇为奇特 灵魂分身 若是被打散的话 他顶多会出于虚弱期 修炼一段时间便是会再度恢复 可若是本体被寻找到的话 那对于他来说 可就真的是致命的危机了 所以 每一次施展功法时 鹰山老人都是会将本体 放在一个最为隐蔽与安全的地方 然而如今那个方位 直接是被萧衍给指了出来 也就是说 若是让他后者仔细寻找的话 说不定还真的 能将他的本体 确切方位给寻找出来 到时候 望着那脸色在月光下 不断变换的鹰山老人 萧炼脸庞上的冷意 也是缓缓消散 轻声道 鹰老先生 在下信你是黑角狱的前辈 所以未曾直接让人动手 只要你能将菩提话底嫌还回来 我萧炼保证 你会丝毫无损伤地离开 而对着萧炼 这番轮番威胁与好言相串 那鹰山老人变幻的脸色 也是好片刻厚 方才逐渐宁定 他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缓缓地 在一旁虎视眈眈的苏谦 与小一仙身上走过 感受着二人身体之上 弥漫的灵地气势 他也只得苦笑一声 别说他现在只是一个灵魂分身 就算是巅峰状态 他也难以从这两个人手中 顺利逃脱 哎 果然是前浪推好浪 看来这黑角狱 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也罢 算你小子狠 这菩提话底嫌 给你 鹰山老人摇着头叹息了一声 旋即微微举起手中的雨盒 迟疑了一下 终于是咬着牙 对着硝烟甩了过去 微笑地望着 那被甩头而来的雨盒 硝烟笑了笑 却是并未直接用手接过 而是屈指一弹 一股暗尽涌出 将雨盒接住 然后掌控着他 小心地 宣服在面前 望着硝烟的这般谨慎 鹰山老人眉头 不着痕迹地照着照 旋即冷横道 哼 既被你得到了这菩提话底嫌 怕也难你知道 这其后的那菩提心的消息 在下的目标 并非是那遥不可及的菩提心 而是这菩提话底嫌 硝烟微微一笑 声音轻柔地道 听得硝烟的话语 那一旁翘脸清淡的小一仙 微微一正 旋即那对清澈见底的毛子之中 多过一抹感动 他自然是知道 为了帮他控制恶难毒体 硝烟费尽了多少心悸 甚至最后都是甘心 与这些实力恐怖的老家伙为敌 心中虽然感动 但以小一仙的性子 自然是不会太过于流露而出 但那如古井的心境之中 却是荡起了一丝轻柔的涟漪 令得那原本冷漠冰封的心悄然溶解 哼 说得好听 没想到这么多人来强夺菩提话体嫌 最后却是落在了你手中 找此 鹰山老人撇了撇嘴 旋即也不废话 身形一颤 便是逐渐的变得虚幻 片刻后彻底的消失不见 鹰山老人灵魂消散的速度极为快捷 仅仅是片刻时间纳到灵魂 便是脱离了硝烟的感应范围 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见到鹰山老人将菩提话体嫌交出来 小一仙与苏仙也是松了一口气 身形一动便出现在硝烟身旁 望着那悬浮在其身旁的玉盒 不由的笑道 总算是让这老家伙放弃了 闻言硝烟嘴角却是浮现一抹诡异笑容 微微摇了摇头轻声道 哪有那么容易 这个老狐狸啊 话音落下 硝烟屈指一谈 无形的陨落心炎便是自己之间升腾而出 最后直接是一口的将玉盒吞噬而进 在陨落心炎的那高温之下 玉盒转眼之间便是化为粉末 露出了其中的宛如活物一般 蠢蠢蠢蠢蠕动的菩提化体衔 笑颜目光斜平了一眼 旋即脸旁掀其一摸冷笑 控制着一丝陨落心炎 缓缓地将护着包裹而进 随着陨落心炎的包裹 那菩提话体前某处猛然一颤 玄机一丝丝白烟冒腾而出 在那细微的刺刺声音之中 似乎隐隐之间有着一道惨叫声响起 在硝烟等人千米之外的一处山崖山洞之中 灵魂刚刚归体的鹰山老人脸色突然一变 一口鲜血突兀的自水中扑了出来 玄机其猛然抬头 目光恶狠狠的望着硝烟等人所在的方位 嘶声道 好狠 好谨慎的小子 老夫记住你了 临海之上 硝烟笑眯眯的将菩提话底弦 重新取了个玉盒装上 懒洋洋的伸了一个懒腰 轻笑道 哎 总算是把这个隐患给消除了去啊 现在可以是安稳的回嘉南学院了 七十二章 抵达和平镇 安静的小镇坐落在黑角域与嘉南学院的交接之处 天空之上的阳光清洒而下 照耀在那小镇门口的匾额之上 上面三个略形普通的字体在阳光下闪耀着令人心安的光泽 和平镇 当硝烟一行人翻上山峰望着那山脚之下的小镇之时 心中犹如放下了大势一般 一口长长的气息从嘴中徐徐吐出 逐渐地化为虚无 这一路而来 可真当是有些折磨人呢 走吧 进入了和平镇 便不会再有追兵了 嘉南学院早已经收到了消息 此刻的小镇里 有着不少学院的强者 准备着接应我们 苏千目光缓缓地从小镇上收回 微笑道 硝烟轻点了点头 微微偏过头来 不远处的后方 依稀有着人影浮动 一道道贪婪与不甘的目光 从阴暗的角落之中舍降而出 哼 还真是一群弃而不舍的家伙 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硝烟摇了摇头 也就不再理会 手掌一挥 其身体静止地对着山峰之下跃下 旋即身形一动 化为一道黑影 率先对着那和平镇闪躲而去 其后 萧门与迦南学院的强者 在对着后方 发出了一道道哄笑声之后 也是紧跟而上 这一路而来 后面的那些家伙 也是令得他们相当讨厌与不耐烦 一道道不甘的目光 望着萧妍等人 对着小镇闪躲而去的身影 皆只能恨恨地咬了咬牙 然后开始逐渐散去 只有着一些极为顽固的家伙 还眼巴巴地注留在此处 欺盼着有什么特殊情况的出现 他们好从中捡点便宜 不过 他们所欺盼的情况并未发生 萧妍等人极为顺利地 进入了和平镇 然后消失在了他们的视野之中 在一处高森的巨树之顶 一道灰袍人影 踩着树枝平躬而立 灰袍之下 擒着森然的目光 注视着萧妍等人远去的背影 片刻后 微微抬头 露出一张阴寒的熟悉脸庞 赫然便是寒风 我的好师弟 师兄我不会这么容易的放弃的 等着吧 斩杀了摩颜谷的三位长老 你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 现在嘛 便让你先享受一番时间的安宁吧 嘴角勾起一马森冷 寒风低声冷笑道 冷笑声落下 灰袍下也是发出了一阵 渗人的阴寒怪笑 拳击灰袍抖动 人影却是缓缓的变得虚幻了起来 片刻后便是散于无形 当硝烟一行人刚刚进入和平阵时 小镇半空便是人影破空声不断响起 仅仅片刻时间 硝烟等人出现的那处房顶之上 便是站满了满脸戒备的人影 而当这些人影在乔得苏千之后 脸庞上的戒备迅速消散 取而代之的 是难以掩饰的惊喜 是大长老 他们回来了 惊喜的呼叫声在小镇中迅速传播开来 宣记十几道气息雄厚的人影 也是应声从小镇中爆脱而出 眨眼间便是出现在了硝烟等人的面前 看他们胸前的回章 赫然是学院的一些长老 老家伙 你总算是回来了 若是再等两天 你还没有消息的话 我可是得打算派人进入黑角域寻人了 这十几名长老刚刚出现 一道苍老而雄厚的声音便是突兀的从后方响起 宣记一名神采奕奕的老者龙行虎步的大步行出 而周围的长老见到他 也是连忙的让出了一条通道之来 虎贤 你这老家伙还是这么不客气 你若是不收敛一点脾气的话 想要晋升到斗宗 不知道要等到猴年哪月了 望着这位硝烟颜颇为熟悉的老者 苏贤也是一笑 回道 去 晋升斗宗跟脾气有屁关系 虎贤撇了撇嘴 玄机目光顿在了硝烟身上 上下打量了一下 嘴中顿时嘖嘖撑叹道 没想到啊 这小家伙 当年你第一次进入这和平小镇之时 不过是一名大斗师而已 可如今这才没有几年时间 居然都是斗皇强者了 这修炼速度 即便是放眼嘉南学院 怕也是没有几个人能够超过你 硝烟见过副院长 文言 硝烟也是微微一笑 冲着虎贤拱了拱手 拱声道 行了 见什么外呀 而且如今以你的实力 我可当不起你如此客气 虎贤话虽然如此说 可看他脸上那笑眯眯的表情 明显是对硝烟 此举很是受用 摸了摸胡子 偏头对着周围房顶上 那些正拿着好奇的目光 扫动的人大喝道 小崽子们 这个就是你们经常说的那位 内远盘门的门主 硝烟 不过人家现在可是火真价实的斗皇强者 知道你们每次去黑角域历练时 那派出强者保护的萧门吗 那也是他亲手创建的 跟你们这些还需要人保护的可不一样啊 听得虎贤的河声 那些防御顶之上众人也是一种 寻技眼中猛的爆发出强盲 视线仔细的将萧炎上下打亮着 寻技窃窃私语 就像是一堆苍蝇一般的不断传出 他必是萧炎学长吗 果然很年轻啊 而且还长得不赖吗 比雕像更好看 小妮子春心动了 不过学院中对这位神秘的学长抱着好感与好奇的人可不少 你姐姐我也将是你最有力的竞争者 歉 两名模样 略有几分相似的少女在互相咬着耳朵使 也是爆发出一阵清脆的烟铃娇笑声 那笑得花枝乱颤的小蛮腰领在周围不少男学员忍不住的将目光投了过去 没想到萧炎学长如此年纪便成为了窦黄奖者 不愧是创建了盘门的人呢 如今盘门可是迦南许愿实力最强的势力 那远墙往前五十 基本上有着三十多人属于盘门之人 甚至连长老位置中都是有着几名挂着盘门职位的长老 这般实力即便是如此 也是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够僵直超越呀 听得那一道道窃窃私语声与舍来的异样目光 特别是一些少女那冒着星星般活热的目光 以及一副忍不住要扑过来的模样 饶是以萧炎的脸皮也是忍不住的略微有些发红 没想到离开了两年时间 这迦南学院还有人记着他呢 不过感受着那些少男少女所充斥的朝气与活力 他那紧绷的心也是悄然的轻松了许多 当下心中不由得暗叹道 年轻就是好啊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似乎是忘记了 他的年纪其实也不比这些少男少女大多少 嘿嘿 小子 这迦南学院创建这么多年 你是少数几个能够在这种天才云集的地方 得到这般尊崇的人 你在这里也生活了几年时间 应该知道这里的学员都是来自各处的佼佼者 欣喜颇高 想要他们如此认可可相当之困难啊 虎贤拍了拍校园的肩膀 笑道 对于虎贤自画 那硝烟只能善善一笑 似是未曾看见硝烟的表情 虎贤自顾自在叹道 当年你刚来迦南学院的时候 老夫就觉得你不是什么持中之物 如今看来 老夫眼光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毒辣呀 老家伙 这位是 虎贤点了点头 突然目光转向硝烟身旁的小一仙身上 从后者体内若有若无的渗透而出的气息 令得他颇感压抑 这种感觉他一般只是在苏贤身上偶尔感受到过 可却是没有如此强烈 当下似是随意的笑着问道 他叫小一仙 是我的朋友 萧炎微笑道 文言虎贤一正 玄机苦笑了一声 叹道 唉 你这小子 身边的人都不是寻常之位呀 你果然不再是当年那个至难的小家伙了 感叹了一声 虎贤便是转头 对着房顶上的众人喝道 好了 都散开去吧 执法队留下巡逻 听得虎贤的贺声 那众多学员也只得有些不愿的散开 不过在临走之时 目光依旧是在萧炎身上多停留了一会儿 方才散去 走吧 跟我回家南学院去 内院的天存练吉他 可还需要你再次激活着呢 而且我想你离开了两年时间 那盘门你也该去看看 毕竟你是他的创始人呢 望着散开的众人 感觉到那清静了许多的苏芊 这才松了一口气 偏头对着萧炎笑道 萧炎笑着点了点头 抬起头 遥遥的望着 嘉南学院所在的方位 心中也是一声暗叹 事隔两年 他终于又是回到了 这个令得他从一个稚嫩少年 逐渐蜕变成强者的地方 盘门 不知道怎么样了 想起那个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年轻势力 萧炎心头也是悄然的变得火热了起来 谢谢大家